国家文化记忆库和数位加值应用计划 使中央到民间为了建构台湾文化DNA而全民动起来 花莲县文化局以拼图意向为主轴 透过了数位地图的界面 发挥数位人文专业的强项 同时利用内政部地图协作平台 让在地知识记忆向立体拓展 也让花莲的文化故事充满了空间感 花莲县文化局委托东华大学执行的 典长回栏数位共创 花莲县推动国家文化记忆库计划 历时三年成果出炉 即日起在花莲铁道文化园学二馆的景物段 展出笋街记忆拼出岛屿绅士 回栏碎石国家文化记忆库的花莲故事展 这次国家记忆库的成果展 是为了将我们文化局向文化部所申请的 三年历时三年的国家记忆库的一个计划 做一个完整的呈现 那这样的一个计划 它主要是为了将文化部所推行的 这国家记忆库所核心的一个内容 也就是所谓的收纯取用 它不是像一般的调查历史的调查研究案 它不但是将各地方的一些故事 跟一些历史文献做一些收纯 它最终还是要能够拿出来应用 那在这个部分文化部已经建置了一个 专属这个记忆库的一个网站 那汇集所有全台湾各县市的这样子的一个计划 所收纯的一些资料 那届时就可以把这些资料都拿来当做一些 再利用包含一些文创的使用 都可以拿这些当做一个好的文本 这个展览利用大量历史照片来说故事 民众可以在其中找到属于你 或者是家族的过往记忆 并且运用幽默轻松的文字转译印知识 让展览更接地气也更亲民 还可以藉由观看国家文化记忆库的网站操作影片 让民众操作电脑练习应用所有文化素材 也透过趣味问答 让民众可以使用便利贴互动参与 共创属于回篮的记忆之墙 华联线文化学表示 国家文化记忆库是文化部建立一个 走入日常全民共创的文化运动 是属于全民共创共享的平台 这一次的这个成果展 不只是加上三年来的一个成果展现 其中有一个蛮重要的重点 就是也介绍大家如何去使用这个记忆库的网站 那到时候大家就可以拿我们所 这一次三年所收集的这个资料 然后来加以利用 我们花莲的部分 其实我们也很感谢许多的单位 主要其实包含像更生日报 我们长期来几十年来的资料 我们重要的一些历史事件 我们都收入在当中 那其中也包含了 比方说像 长期帮花莲县政府印制出版品的燕山出版社 那还有像花莲女中 她几十年来的一些老照片 那其实都也收录在当中 举取到11月29号 透过展览 期望可以推动更多人参与在地的文化故事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